主下腿的后层 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背景地下 在一条桥的附近 一条桥的附近 他的旁边就是长江 他的旁边是长江 现在看到那个白口天上 不看一切的那个长江了 他在发愁 稍微水流 稍微快一点 他产生动力 就会把那岸边 所以呢 纷纷地垮掉 纷纷地垮下来 只要流出快 另外一个水 水面稍微高一点 就一出 一出气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下椅 稍微大点的椅 要么就 从岸上一出气了 要么地就大气就垮了 再加上中边建了一些水库 本来的水量就 涨的水位挺高 你一下瘾的话 涨下只有方便 把它推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一放下以后 又把旁边的叶掉了 现在就形成这样的情况当中 所以现在要改造地球的蓝 要改造地球的蓝 那么水的问题要飞起就不可 但是现在又很危险 很危险什么呢 好几个国家大选 的确是学会了偷 越是厉害的 偷得厉害的人 不在手上的人 越是可以当权 一当权以后 然后改认法律 更进一步的农业人民 这就是说当时要解决的 经营阶层和统治阶层 所以两方面肚子下去 不能吐 不能吐 不能吐了 不能吐了 现在的战况就这样 现在的战况就这样 所以说要抓紧时间 没有可以停留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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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看那个 看照地下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